打開台中捷運 從未曝光過的內部倉庫 前後左右堆滿大型塑膠箱 必須開箱才知道 原來內容物 應有盡有 鞋子也有 有 你想到幾乎都有 對 它算是塊組服 各個就是有一支腳架 然後全身鞋子它上面還有 不知道為什麼會有代幣 什麼都有 什麼都不奇怪 有離奇的 也有昂貴的 先前是獲到10萬現金 前幾天保全巡視車廂 又撿到終結 有史以來最高價的儀式物 一名富人到台中搭捷運 由於朋友艷克 她特地盛裝打扮 還戴上了收藏品 價值60萬的祖母綠項鍊 結果吊墜儀式在車廂 幸好被保全撿到 當年度是有撿到8000多件 那2023年來到了1萬多件 那今年上半年度 是已經來到5200多件 旅客儀式物數量大到 必須讓終結特別開闢專屬包廂 揭秘分箱模式 依照月份在以類別細分 每個月至少增加800件遺失物 無主物當中最多的就是雨傘 再來是電子票證 旁邊有什麼字 或者說比較特殊 最怕失誤招領 卻沒人來領 囤到最後大爆倉 沒人領回的雨傘 會放回車站外部 變成愛心傘 但若是安全帽文具 還有剩餘價值的無主物 最多放置半年 就會捐贈給公益團體 騰出餐庫空間 3D新聞將這樣 李劍瑩 台中報導 再次採訪